祭功活佛慈讯 求道受祭脱离六道轮回 求道后又到其他修行法门 天律师森严的维师跟你们讲过 道迈道统天一定好 你们今时走上白羊时期 老母一定不会改变 如果你们跑到其他的法门 如归翼 佛法僧洗礼灌顶加持 拜某纤维师还有一些加持的仪式等等 追随没天命的道场认同他们 这些疑虑在三观大地的不测 一一除名勾出你们的玄关会被封闭 十殿阎君生死不内名字在浮现 会返回六道轮回当中 这是很重要的不要盲从的好奇心 有时不小心经线就会断 修道在根本追随祖师 师尊师母各祖县前人 道迈道统经线就不会错 这样讲才会清楚明白 贵命是永恒的 求道受祭后 一律脱离六道轮回 可是回到拜德坐监犯科 还是没办法回天 修行手法守戒是修行人的根本 二后的修行外功内德 都要靠自己的发心 修道首先第一要明理 要不然偏离了 到卖自己都不知 赶快回佛堂 向上天表白自己走错路 忏悔 重 发心愿 求 回三宝 弥补过错明白吗 当初很多的徒儿 在立缘当中 上天付给你们的天职使命承担 这样的你们为什么 还要去其他的修行法门 修道理路 要清办到谨守佛规 如果你们跑到其他宗教去修行 当初父 与你们的天职的愿力 还有传道的 抱筒求道的表文上面的名字 还有在三观大地那边注册的名字 一一注销返回生死 不言王掌管 所以为什么求完道谨慎 谨守佛规 道脉道统要清楚 而不是猛猛懂懂 收回你们的天职 你们知道自己走错了路 返回白阳圣殿 忏悔重新求道 在表文上还是会记上 一笔重新求道 口愿依然存在 表文已去除 重发心愿 重新力谈 主讲师之天职 忏悔重新立回谈主讲师之天职 点传师就不再试点传师了 这样讲你们明白吗 上天降道是 让你们 一事修一事成 不用再苦修苦练的轮回 末法的纵身 上天之道沉沦于人世间 所以才大开三草普渡 渡回九六 原佛子要珍惜